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现在ADR大涨在今天又反映库藏股的利多 所以股价大涨了40块钱 最高来到899 除了台积电之外 NVIDIA也帮了大忙 特别是NVIDIA在今天晚上启动一拆十 所以鸿海广达在今天涨了两个百分点 包括连联发科都出现补涨 补涨了五个百分点 运价的上涨反映在海运股 万海已经连续两天供到了涨停板 而阳明在今天也涨了五个百分点 稍后来再解读 为您介绍 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财营专家阮木华 大家好 要请到财营系助理教授朱岳中老师 大家好 我们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黎智健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大家最想问 最关心的是台积电 为什么突然寄出库藏股 魏哲家非常有面子 接任了台积电的董事长 今天股价就创新高 不是很多公司技术库藏股都是在股价很低很低很低 他觉得股价很委屈 我公司给他买回来的不是 那么台积电的股价是一路创新高 为什么在高档季库藏股 有三个利多 第一个就是动用了库藏股从今天开始就为期两个月 我们先看一下库藏股的内容 那准备买回了3249张 那这个动用了41亿 这个只有占股本的0.1% 但是每个在那个地方你看区间价 就从TSMC来看自己的股价 他认为可以在598到1281 你看1000块的这个价位就出现了 大家眼睛 但为什么要买库藏股呢 那因为他有一个花行员工权利的新股 就奖励员工 花行的新股 你知道一家公司增加了股份 就会稀释他的获利 那你如何把这个稀释的获利 把它对冲掉 就是库藏股把它买回来了 我理解了 所以是因为发行新股的关系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在高档要买库藏股 而且区间价格定在598到1281 有没有可能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为了 来刘登英曾经说过 特别是这一次的股东会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他认为给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一句话 就是买台积电 所以公司是不是也要在这个时候 赶快来买台积电给大家看看 应该是这样 应该公司是要真的是刚才讲的这个原因 但是刘德英跟现在的这个董事长 魏哲嘉都一致的喊 买我们的台积电的股票 那记者甚至去 所以公司先买给你看 甚至这个记者去问这个魏哲嘉 魏哲嘉说 我不是示范过来 因为他自己在那个低迷的时候 就不断的买回自己台积电的股票 但是重点我们从这个库藏股 看出魏杠 我看台积电这种公司 不是常常动用 这是史上第三次 这个成立了快40年了 也三遍而已 史上第三次 那我们举上一次的例子 在2022的6月 6月那一次 又一次的库藏股 那一次买的不多 大概1300多张 他买的库藏股 那个张数都很少 那这一次算多的咯 3249张 虽然在股本只有0.1% 但比起上一次已经多很多了 对对对 那2022年6月的上一次 动用库藏股的时候 他一样也有一个区间 最低是444块 最高960块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2022年那一年 观众还有记忆 是库存调整 整个科技的行业 那一年不是很好 所以跌到那个地方 观众注意一下 他那个库藏股出来 地板价 444 结果6月的最低点 台积电就是476 很最近 但是你说 那个最高960 现在妈妈也要搞 我很多人就猜 这一次台积电的 那个最高点 会不会是上一次 那个库藏股的 区间上限 960 所以他有一个 预测功能 但是台积电 当他解释 不啦 不啦 那不好 他说 我是根据金管会 库藏股的公式 金管会 库藏股 是什么公式 你公司结议要 库藏股 那一天 开始 打7折 70% 70% 算出来 就是这一次的 598 那个598 就节一日的打7折 那金管会有给1281的公式吗 有 也有 就是节一日的前10天到30天的平均价 乘以150% 就是又涨了50% 那算起来的话是1281 这是台积电的说法 但是市场就是会穿着户 会说台积电那期间 已经在告诉你未来的目标价 对对 你就是暗示先人指入 你指出来未来 会不会有那个1200多块 警公 他们 台积电力都不止如此 刚刚谈到 我们好好解读一下 为什么在这时候实施库藏股 在高档实施库藏股 过去确实比较罕见 那么第二个 我想让蔡总解的是 台积电过去也不是没有涨价 但是从来没有过台积电涨价之后 可无马上说OK没问题 你知道之前台积电涨价的时候 可无价格是点点嘛 如果没想到 台积电要求是怎么做 但这一次很特别 这次台积电说要涨价之后 马上NVIDIA就回应说 好没问题 这很关键 其实观众假如有看昨天 美国股市的一开盘 盘前台积电就大涨 因为那个涨价的消息 它是指AI晶片先进制程 这个部分要涨价 那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盘前就涨了3% 开盘后就涨4% 涨4%的时候 其实NVIDIA只有涨1% 大家会想说 你涨价了以后 NVIDIA会不会毛利也受影响 后来就没关系就上去了 那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 我们讲了N次 每一次台积电再来抱怨 我们代工的价格 其实拿得很少 结果回答生产了以后 它的AI伺服器卖得那么贵 所以魏泽家就说 有这一次Compute Cash来的时候 他有亲自跟黄仁星讲 我们实在太委屈了 我们也应该展现一下台积电的价值 我们还有价格 拿那么少的代工会 那因为现在飞打最厉害的 不管是H或者未来的B系列的GPU 都是用TSMC的4nm 那未来更厉害 可能还要用到3nm 那更不用讲台积电的先进封装Cobus 这个是飞打如今 成为全球几乎是第二大的市值的股票 都是靠台积电 所以这一次黄仁星说点头 愿意啊 接受台积电的涨价 他可能好像魏泽家 魏泽家不是只说一次 他之前曾经说过 他说你看我帮你代工多少钱 结果我给你买一个伺服器回来 你卖我这么贵 跪松松 你要好谈 我才拍一谈 而且我们看到NVIDIA的财报 你给他3000多 他卖到3万多 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 恐怕也是 魏泽家秀秀啦 不要生气啦 好了给你涨价 对 你看DG的毛利率的话 回答就78% 台积电53%已经够高了 还输那个 回答输那么多 但是这个是重大的影响 其实客户不能差别待遇 假如台积电说 我先进制程要涨价的话 不可能针对只有回答 其他客户全部涨嘛 那AMD也会被涨到 对 AMD低进的毛利只有46% 所以AMD AMD 苹果 高通 现在用台积电3奈米 最厉害先进制程的 一旦台积电涨价的话 黄云鑫说 不要紧 我今年年底要出来的GV200 我一台要卖你到300万美金 我们讲过嘛 台币1亿嘛 我那个地方可以涨价 我没有受影响 但是就苦了别的 苦了苹果 AMD 高通 蔡总你刚刚说AMD的 第一级毛利是多的 46% 46% 差太多了 差那个 那个回答已经差了 20几% 30%了 所以 更有影响了 好 但台积电为什么要涨价 一方面是不是真的看 回答赚太多了 你赚那么多 我赚那么少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 因为为了要生产高阶制程 台积电仍然跟 爱斯莫买了一百多亿 一台的EUV 我总是要share出去 对不对 所以昨天 美国科技股 那个的主轴是在台积电 台积电涨下 大客户回答同意 回答也涨 因为回答的东西也可以涨 另外一个就是爱斯莫 爱斯莫 昨天不管是在欧股 美股都是大涨 大概都涨了八九% 你知道欧洲股市它多厉害 它现在的市值是 三千七百七十亿欧元 大约四千一百亿的美元 它已经超过了LVMH 就是LV的母公司 欧洲第二大市值 第二大 第一大就是那个做减肥 要不然若和若得 那个第一大 第二大现在变成爱斯莫 为什么爱斯莫说 我那个最厉害的 High NA的EUV 就是高素质孔径 我们说一台就把人家 卖到3.5亿欧元 台币就百亿了 一百多亿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之前本来就英特尔买 我们台积电没有买 现在连台积电也买了 其实就是给爱斯莫 打了强心针 对 本来说台积电 我用旧的制程 我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买到 这个一百多亿的 但现在台积电说 我也应该买 他也要买 而且今年年底 可能就要交货 台积电买三星 恐怕也得跟进 怎么跟进 昨天就是台积电 愿意买爱斯莫的 High NAEUV 爱斯莫才变成欧洲地下大 所以你看整个 欧美的科技股 围绕在台积电 昨天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也说明一件事情 现在的科技股 或者所有股票一样 你的选股只有一个标准 你的产品要涨价 股价才是旺道 对不对 辉达的GV200可以涨价 台积电的先进质等可以涨价 艾斯莫的High NAEUV可以涨价 股票才会涨 股票才会涨 所以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涨价 好 那我们回来看股价 因为现在外资对台积电的目标价 也有部分外资开始做修正了 对 没办法 因为形势比人强 大家本来觉得说 800多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大摩也好 巴克莱都已经提高到900多以上 900多 950 980的价位 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跟Stelley从928调高来到980 我们看大摩吧 928 980 你看980 980 我们刚才讲那个期间价 那个960还比较高 那巴克莱的话 他是讲ADR ADR调高 ADR现在是一百六几块美金 他调高到170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都是那个什么 分析师的 其实在操作的人 是保守的 我们看台积电 然后你看最近的 外资 我们看一下 最近外资针对台积电 包括昨天都是卖潮 今天应该是大量回捕了 我们看TSMC 在过去八天 大家数看看 这个八天 八天卖七天 只有一天 只有一天是买 其他都买了 但是今天跳空 外资要认错 大家本来认为到900 就是应该要保守了 没过来 我告诉你 台积电到今天的收盘 今年已经涨了 52% 52% 小标股 太可怕了 他明明是大型股 结果走势像小标股一样 这样上去了 所以我们来看六宫格 今天真的你看 现在台积电一个人涨 比较能跟它有关系的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逻辑 你产品可以跟着台积电的 涨价的 COBOS的可能有办 裂光投控有涨一点 红数这个不用讲 这个涨最多 这个COBOS的概念股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我IC设计是投片在台积电的 我有点影响 可能负面的 对不对 因为它涨下 重感变高了 那投在AI这个部分 比较多的IC设计 像创意 台积电自己的 四星K1 你看今天都跌 今天涨400多点 这种重要的股票都跌 然后你看 那个艾斯摩的供应链 刚才EUV的 列式加登这种的 还能涨 其他半导体设备的供应链 今天也都没涨到 所以从这个逻辑 我们就再讲一个东西 为什么今天货归三雄 万海就进行给公道场庭 好我们来看一下万海 对 各位你不要以为 这个涨价是王道 你传产也一样 你现在 运价也大 对 阿关讲对 现在的运价也是涨的 也是看涨的 所以它涨停 所以你用这个逻辑 大概就可以找到 悬骨的方向 好 在今天盘面上 最大条 最重要的大事情 就是台积电要买库藏股 除此之外 在今天晚上 最大条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挥达要 一拆十 台湾好多投资人 已经几成了赫赛 一拆十准备 要透过赴委托去买NVIDIA了 他们说一股三千块 我可以 所以大概几样传赫赛 来问一下木华 一拆十怎么解读 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历史性 尤其是第一次股价 拆在一千块以上 它其实过去拆过五次 并不是新鲜事 只是说这次拆分 太震撼了 拆到一拆十 因为它第一个股价在一千二 这个股价已经是高不可攀的一个价位了 第二个就是现在全世界都重心拱月 黄仁轩来到台湾 你看到他那个是superstar的一个姿态 那那个连希利康他们那个回答同事看到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说在美国没有这样子 为什么来台湾会这样子 再加上他现在的市值 已经来到三兆 已经超过苹果 各位都知道 过去苹果都是美股老大哥 是 后来被这个微卵超过 苹果就一直在是老二 那第三呢 现在呢 已经是变成苹果 第二是回答 所以现在来市值的老大哥 还是微卵 微卵 但差不多了 但是 你看他3.1兆啊 然后呢 他是3.01兆啊 所以非常接近 是不是有可能被超越 非常有可能被超越 然后第二名现在是NVIDIA 超越了苹果 所以现在老二是NVIDIA 然后老四是Google 那就差多了嘛 2.1兆嘛 那接下来Amazon 1.8兆 然后Meta呢 是1.2兆 然后呢 这个波克夏老八的股票 是这个不到一兆 接近一兆左右 那剩下这个是里来 那里来是跨国大药厂 还有7000多亿美元的市值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高通 高通呢 现在目前6500亿 再接下来就是杰皮摩根圈 这是美国最大银行 全界最大银行的市值 也不就5000多亿啊 所以你看到 回答有多厉害 三兆市值 不然你知道三兆市值 什么概念 将近100兆台币 台股 集中交易产 也不过就60几兆 加上贵买 差他差太多了 所有股票都不输 都输他 全部股票加起来也不到 有不到他的市值 所以这个市值的一个霸主呢 非常有可能 马上就要变成灰达 连微软的可能都要下来 这就不排除超越微软 对 微软都可能下来 因为 他的一个市值增幅 实在太惊人 我这边做了一个 股价晋升图 你就知道 2023年的4月30 大概差不多一年前 对不对 他的市值才6800亿 然后2023的7月31号 市值上了一兆 然后2024的1月31号 就是今年的1月初 来到1.5兆 简单来说不到一年 他已经double了 对 你看到4月30后才2.1兆 现在已经增加一兆了 4月30号到现在才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他一个晚上就涨了 一个台Intel 一个晚上就涨了一个Intel 对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昨天的成交的情况 就阿关讲的是 一点都没错 你可以看到他昨天 整个成交总量多少 这个是Microsoft 然后这个是NVIDIA 我们是照市值排下来 然后苹果 你看到整个成交 我们看到这个Valium的部分 昨天成交了 NVIDIA成交了将近 5300万股 那是什么概念呢 他的在外流通股数 是24.6亿股 等于说他的周转率 昨天才2% 2%多不多 其实不多 可是他的市值多少 他成交总量 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是成交总量 对不对 他的成交总值是 600亿美金 一个晚上成交600亿美金 1.8兆台币 台股今天成交量才多少 一档股票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5300万美元的 5300万股 5300万股 差不多就跟苹果一样 苹果是5400万股 所以这两档股票 是美股 全世界股票成交值 第一名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多少人在买他的股票 全世界共同参与 一拆石既然这么重要 这么关键 他现在又是一档 超越苹果举足轻重的公司 我要问的是 那怎么解读一拆石 到底是利多还利空 对股价 大家都会问 一拆石之后能不能买 股价会不会继续涨 那我请问阿关一个问题 如果一拆石之后股价会涨 那一拆石之前股价会跌吗 这个就很简单的逻辑 就是说你如果要买灰达 你就趁早吧 因为灰达既然在一拆石之后 大家觉得他股价会涨 那他一拆石之前怎么会跌呢 更何况他有非常强大的成长力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过去挥达的 他的EPS每一季度 什么意思呢 他公布出来的EPS 就是超越市场预期 就打败市场预期 那EPS从2.5元 3.7 4.9到最新一季5.8 你看他EPS这样成长 好那我们来看到 现在美国的这个华尔街 怎么估计他后面EPS 阿关你可以看到到2028年 我们看上一张 2028年估计他EPS到42.4 42.4啊 对啊 2028年到42.4 然后2027年43.6 我先问今年 今年和明年 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成长 那2025年是28.75 28.75 那2026年是35.58 那你去算本益比 如果你用35块钱 去算他的本益比 现在1200 其实本益比大概差不多 30多倍40倍 贵吗 还好吧 对不对 30多倍40倍 NVIDIA 对不对 NVIDIA 而且他是这么强大的一个成长力道 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 他的股票是可以hold的 是可以报的 所以是可以买的 当然可以买 因为如果讲NVIDIA股价不涨 他要大跌的话 那我请问你全世界哪有一档股票会涨 台积电会涨吗 台积电最主要现在的客户是谁 NVIDIA现在大概已经占了 台积电的营收 现在目前估计大概占了10% 所以台积电一成营收是来自于 回答 如果说回答垮掉了 我请问你台积电还能维持这个900块的股价吗 所以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历史经验好不好 对 我刚刚讲说他有分拆过好几次 各位可以看到他从这个2000年就一路分拆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在上一次是一拆四 就是一股变成四股 我们看到他那一次一拆四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各位看到先前他要拆分之前股价是一路狂飙 飙到700多美元 他拆分前是726美元 一路狂飙 拆分之后 股价回到了将近200美元之后 阿关你看他这个地方拉一波下去 狂飙到现在 所以以上一次拆分的记录来看 拆分后继续涨 而且从200块又涨到1200 又多了1000块出来 2021年到现在 所以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上次分拆是比较非常强劲的 那么这次是不是有可能复制呢 我们也再次提醒就是今天晚上了 对不对 今天晚上就美国6月6号 大家看到你只要在美国周四 就是6月6号收盘后持有挥达股票 就是你不能卖 到明天清晨你都还要有挥达 然后你就可以参加拆分 因为在股东名车上 那周五就是美国这个礼拜 收这个全周收盘 你就可以获得9股就进账了 那9股因为马上就是一个6日假期 对不对 所以要到下礼拜一 你就可以正式用这个新的价钱去交易 那有人会问说 那我礼拜五 我经过礼拜四的拆分之后 我礼拜五可不可以买卖回答 当然可以 你还是照那1200的股价在买卖 但是不影响你拆分得到的股票 也就是说 假设说你现在有一股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hold到明天早上 你是不是就可以多得9股 对 那你说好 那我到明天我多了9股 我把那一股卖掉 可不可以卖掉 那你就变成9股 下礼拜一开始你就有9股 新的股票 所以我可以把那一股卖掉 然后剩下9股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 那我那一股卖掉是卖1000多块 对啊 就看他这两天的股价交易的情况 我是觉得应该还是继续涨上去 应该这样子蛮聪明的 因为我刚刚看一下 做法蛮聪明的 我刚刚看一下他盘前又继续涨 到底拆分 这件事情对美股是不是保单 就是万零的 其实也不是 你看到最近这几年 美股总共有240次拆分的案例 所以美股很常拆分 那两周内平均涨幅呢 只有0.44% 那不到一半的股票呢 是跑赢标准普罗500 就是跑赢大盘 那六个月之后的平均涨幅呢 是6.66%好像也还好 为什么因为大盘涨了5.4%吗 对 那尤其是大型股拆分 其实并没有那么较好 因为我统计过 这个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 股价超过400块美元的 市值1000亿 然后股价上400的 拆分之后六个月平均呢 是跌了2.66% 只有37.5%是收支 是赚的 但是呢标普同期是38% 可是 3.8% 对3.8% but你知道吗 回答不一样 NVIDIA的历史经验 我们来看 对他上一次拆分嘛 在六个月之后涨了40% 到现在涨了5倍嘛 现在涨了500% 我们当然是希望 会达复制上次的历史经验 对 不要复制这个 大部分的统计数字 对 那么回到个股来看好不好 对 好那回到个股来看呢 当然就只能找他的兄弟们 兄弟们 讲说重心拱 因为刚才总讲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为什么台积电今天 股价可以上900 我觉得除了库长股 这样子一个实质利多以外 另外呢 就是他敢跟挥达 呛声说我要涨价 你知道吗 现在全世界 每一个人都巴的 黄仁勋巴的挥达 他只要给你单 你就已经是 求爷爷告奶奶了 还跟他 你敢跟他去 讲涨价吗 那更厉害的是 你跟他要涨价 最好毫不犹豫的 立刻答应 对 而且黄仁勋回应是说 确实是有这个价值 是啊 我应该要涨啊 涨给你 魏哲家是告诉黄仁勋说 你是月亮嘛 众星拱月嘛 但是我是太阳嘛 月亮不能没有太阳 我是太阳 你没有我 你的所有金片都出不来啊 这个简单答案啊 光芒来自于我 对啊 所以我是太阳 你是月亮 所以我们评分秋适 那我们应该来买太阳嘛 对 所以记得上一次来 您节目的时候 那天大跌 对不对 我问说可不可以买 对啊 我不是说不要卖吗 对 今天已经上900了嘛 那会不会攻到 刚才总讲的1200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高 但是大家参考而已 那个只是 金管会所定出来的一个 就是不热台积电的目标价呢 对啦 是不是就是他自己库藏股的高点 因为如果灰达的EPS 能这样成长 请问阿关 台积电的EPS 能不成长吗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盘面 其实很多电子股是跌的 是 就几檔涨 其实关键每个在哪里 毛利率三个字 谁的毛利率 能跟灰达比拼 就是关键 灰达毛利80% 谁有80%的毛利 等于全部被灰达赚走 别人只能喝点汤而已 如果不再吐一点给我们台积电 真的会引发民怨 所以但台积电毛利也有五成 所以台积电的毛利也不差 他也告诉你 我也是有50%的一个毛利的老大 好 那联发科今天是不是拉上来 快上新高 联发科的毛利也50% 所以这都是毛利取胜 今年台积电涨50% 联发科涨31% 其实也超过大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到鸿海 鸿海毛利就不好了 大概7%左右 但是人家鸿海 基其低补涨 我觉得这个关键是要把它加上去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日月光 日月光今年股价其实表现 没有说非常亮眼 涨20% 那他毛利15% 但是你说台积电没有日月光 行吗 也不行 所以他还是很重要的partner 那台达电 最重要的电源管理的一个全球性的大公司 他的毛利有30% 也还不错 那今年股价其实表现也没有那么理想 只有涨了十几%而已 所以台达电今年算是基期比较低的个股 我觉得后面可以注意他 那另外呢 是不是打入B100系列载版 ABF的这个星星 他今年股价更差 只有涨了不到10% 个位数 那他的毛利现在是大概16%左右 但是呢 因为现在载版还在谷底准备要翻阳 是 所以我觉得呢 这几档基期比较低的 你如果说不敢去追那么高的 你觉得这些高不可攀呢 太阳这种急速的 我们就去找一些他的partner 然后呢 相对股价还没有什么涨 重新股 因为我们就找新好了 对 因为今年大盘涨20%嘛 那这些都相对大盘 差不多或是落后大盘 那当然又是将来有机会 我们就可以参考了 好 来听听监制的看法 据说你去了几破头 才能够听到的那场演讲是吗 没有错 在这里面呢 黄仁勋啊 他现场他不是提供了一个 很多合作背板 大家知道里面找宝物嘛 对不对 在里面呢 老AI 老AI 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我们就来看看新AI 新AI的部分呢 我发现里面有几个 工业电脑族群 蓄势待发 尤其是我们看到 因为工业电脑 过去其实他本来就是很 机油的股票 但是呢 他股性比较当初 没那么活泼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毛利率 所以这些都是背板股吗 工业电脑 工业电脑 背板股里头的工业电脑 对 那我们看到里面哦 有好几档 他的毛利率高达将近四成 比如说艾迅 38% 林华38% 莲花 40 39.97 融层电 40.44 没错 那是不是在从这里头 再挑什么 没错 我们再往下来看 OK 那这里面呢 我跟大家介绍一档 就是这个艾迅 那艾迅呢 本身是做工业电脑 我们看到工业电脑在 Edge Comptain 就是边缘运算的部分 未来到2029年 年复合成长率 可以到13% 艾迅呢 现在也是很积极的拓展 这个边缘运算 他开发出了很多的高算力 边缘运算的产品 就是搭载NVIDIA的 Jason Oren NX模组 那另外呢 他也去开发了5G Open RAM的边缘运算 伺服器的解决方案 近期库存回到正常水位 我们来看他的营收表现 第一季1.45元 同期新高 再来很重要的 刚才提到 我们现在都要看什么 毛利率11年新高 近期呢 400万大户 已经开始慢慢增加了 但是他连续两根 黑K棒 而且这根长黑K棒 很大一个 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里面 那时候一公布 备版名单的时候 就厂长 后来就马上做修正 那做修正 反而是大家可以找机会 可是他修正 就又再修正 修正以后再修正吗 那我觉得大家 如果说短线操作 因为他连续两根黑K棒 不是修正以后再修正 这打折 如果短线操作 大家可以用技术面去操作 那如果长线操作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分批 好 这是建制的看法 我们也来听开篇的看法 其实我对 刚刚有提到NVIDIA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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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偏向乐观 中心偏向乐观 但是我觉得今天排名上 大家了解一个事情 今天排名上为什么会动荡 我是站在那个 食物操作面来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台积电开太高 每次大家开太高的时候 大家都会 看一下台积电开判 对 台积电没有不好 我每次来都是举台积电 都都可以买 我说九百多以上 我是说 他今天开在这里 对 他今天跳空 看K线 台积电跳 因为今天台积电 不是说他不好 我说今天盘不好 所以大家会担心 每次跳空开太高的时候 隔就会缺口 不是会完全回补 一定会做一些 某些程度的震荡 所以说明天台积电 在开高之后 冲上九百多以后 可能就开始有震荡 那大家已经有这个预期 所以很多中小型股 今天开太高了 我先卖一下 可是倒过来 明天如果台积电震荡的时候 其实今天很多中小型股 尾盘都已经有那个迹象 有一些都已经回魂了 就已经开始尾盘 就是台积电开很高的时候 大家呢 对 打预防针 赶快先卖一下 加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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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 但是明天如果台积电震荡 说不定这些股票 对 他今天不是业绩很好 年增率七十几% 跟GP量蛮跪 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是觉得 就是说你看这张股票 都跟那个什么关系 NVIDIA跟美超有关系 那他们刚好代表三种结构 第一种是什么 这个是怎样 已经来到波段高点了 已经来到最高点 最高点你今天 今天之前买的人都赚 你今天又开这么高 快开开快涨停 清拆围 清拆团 所以说一定会有卖压 只是说他打到这个平盘 这个地方的确是激烈一点 可是他今天这个地方有卖压 是可以想象的 大家担心台积电会有升到 那你看立台呢 其实你看他的K线 他是在半空中 他也不是很低档 他虽然说横向最近都没有涨 可是他并不是在那个低档的横向 他是在半空中 所以说今天他竟然也没有跌 美超微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说 我们比较喜欢的是低位阶整理过 但是呢 未来还有还有持续 还有利多 而且不至于 比如说我宁可大家去看 这个所谓的华泰这张个股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一张 华泰鑫是跌的 对 小跌 在平盘 你来再平盘一下 那我建议如果涨一挡 涨停板的股票给你看 那大家都知道涨停板 明天会更高 那你已经输了十几趴 甚至于二十趴了 所以我们要找这种 大家意想不到的 你要知道 这个大于思考一个问题 梁建后 这个梁建后 他昨天不是跟那个 对 跟那个 同台 对 同台 这个黄泰鑫 他先用台语说 这很漂亮 第二句 他又说 有看过这么漂亮的东西 他用国语 对 对 对 你看这个就是美超微的 这个GP伺服器 那你看今天随便一个后面 那个我们说加币 是做后面 那个所谓的一个光线AOC 这个主动式光线AOC 一条要一千块美金 都能够加币 創新高 难道这个 大家忘记一件事情 美超微去年是腰股 是腰股 那以现在最近是因为这样 其实他之前为什么修正下来 是因为他要 他要募资 可是他这个华尔街说 你这么高 我怎么去找客户帮你募资 所以就杀下来了 那现在 所以说他就顺势杀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 他现在才要刚刚开始出货 GP200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他才刚刚开始要出货 也就是第三世纪 我们回到刚刚的K线 那你看这之前 之前这个 我先讲基本面 你看这个就是他主机板 这个华泰是美超微的 对 这抽出来 那个工艺商 那个一个一个抽出来 那个板子 那个主机板是他代工的 你说怎么会没有前途呢 我们回到刚刚的画面好不好 回到刚刚 黄仁轩和梁建峰的画面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 原来伺服器是找最要 对 你看这个 他这个抽起来是这个是不是 抽起来中间 其实中间就是主机板 插很多插槽 GPU CPU 然后memory HDM 就是那最下面那个地基 那个主机板 那是谁做的 华泰做的 他怎么会没有生意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懂 刚好又来到第一位 借给你 连一个座后面这种光纤 AOC的一条一千块的这个加币 都能够喷到最高点的 直接喷到最高 杀下来 不足为期嘛 所以我们再回归 刚刚那个对谈 那他不只这个题材 他也是什么 全世界 我们说他有三大题材 他的本业杜俊元时代就是 他就是做Name Flash 杜俊元他是大善人 后来他金士顿 还来救援他 他跟金士顿 变成 金士顿是全世界最大的模组 然后群联又是什么 控制IC 他们是铁三角 然后他是做封测 这个一起來 还有包括什么 我们台湾不是要集体发展 地位卫星吗 我们列峰哲 他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是经济部的资料 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太空 国家太空中心的资料 国家太空中心 GPS接收器是华太 是华太做的 我们来看K线好了 各位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这是周线 这个是 这是周线 这是两百均 我说美国经济经纪人 最喜欢看的多工趋势 是这个周线两百均 你看长期趋势 多工都没有变 而且 大家去思考问题 以前美超维 他只是出货NVIDIA 那他出货NVIDIA的情况之下 他都能够带动 这个大标一段 带动这个所谓的一个 华太大标一段 现在他又多了一个消息 多了一个什么 他要回来跟日月光 来打造我们台湾的 第一个水冷资料中心 也就是说 我我以前只是出货 给这个所谓NVIDIA 我都能够带动台湾 现在他要回来台湾了 要跟日月光来做水冷 又是最先进一冷资料中心 对不对 那种豪胸堪行的那种力道 刚好他股价有达到这个位置 我告诉各位 此时不满更待何时 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 现在全台湾最热的话题是什么 就是米超委要设在哪里 NVIDIA要设在哪里 是林口吗 是嘉宇吗 还是高雄吗 来 蔡总 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了一拆石 我们再回头来看 昨天晚上的美国股市 好 回答有没有在股价上预示 它的一拆石 未来会怎么走 其实今天的台股创历史新高 完全copy汇办 copy汇办 对 我们过去说台股是跟着纳斯达克 其实这一年多是跟着汇办 那汇办昨天涨了4.5% 也改写了历史新高 但是所有的会办的成分股是30党 只有三党创历史新高 其他二十四庆都没有创高 那权重现在会办的权重 其中有一党就是NVIDIA 权重最大 以前是德州一气 现在已经是回答 回答创新高 台积电ADIA创新高 美光创新高 因为HBM 所以一个是 三党都跟AI有关 对对对 所以这个会办的走势 有点预告 回答应该是会一开始之后 应该还会继续喷 但是喷了以后 你注意注意注意 只有老是只有30党 只有这三党涨的话 创新高的话 迅速拉回 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 就是如果他没有扩散效益 有可能会压回 同样的台股也是这样 他有没有办法溢出这样的买盘 最重要是他能不能变成 大家群体大家一起涨 我告诉你难度很高 现在那个格局已经形成了 你看今天台国 所以我们之前经常说一个人的武林 在美国是三个人的武林就对了 对 你看今天家圈只是创历史新高 快到两万二 我告诉你 集中市场下跌的加速比上涨 开盘就多了三百党 收盘还是多两百党 今天是探机手撩差价 你才是没买的台积电 对对对 那你看 只有一线的股票 莲花科 智榜这个营收创新高 AI的一线 红海也不错 信华 红海广达 这个红海广达尾盘都已经有点压下来 但至码它是涨的 其他的那些股票通通没有涨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结构 这个架构已经告诉我们今天什么事情 就是如果它没有扩散效应 有可能会压回 同样的台股也是这样 它有没有办法溢出这样的买盘 最重要是它能不能变成 大家群体大家一起涨 我告诉你 难度很高 现在那个格局已经形成了 你看今天台股 所以我们之前见到说一个人的50 在美国是三个人的50就对了 对 你看今天加权指示是创历史新高 快到2万2 我告诉你 集中市场下跌的加速比上涨 开盘就多了300档 收盘还是多200档 今天是探机首撩叉差价 你知道吗 那就是没买到台积电 对 那你看 只有一线的股票 莲花科 智邦这个营收创新高 AI的一线 红海也不错 信华 红海 广达 这个红海广达尾盘都已经有点压下来 但起码它是涨的 其他的那些股票通通没有涨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结构 这个架构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指数创新高 不是以路金山 你看今天光高息的ETF 你没有含金也不会涨 0050这个涨3% 00881的话涨了2.7% 00891 其他有的都没去 你没有压到鸡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难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你操作要注意 你看 散热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背板股 应该是最后的探户 明天就结束ComputeTest 黄欣就回美国 这些股票 没去背板了 你根本 你现在刚才 我已经讲过 今天只是创新高 下跌都还多200家 那你这些凭什么掌 光一个背板不会 散热更奇怪 昨天我们来宾 那个温健訊讲到重点 后来我去查 真的 美超委Super Michael 梁建厚说 我来 我要抢占异能的散热 但是我给客户 没有溢价 没有溢价就是跟以前的气能 我没有给你涨价 我没有涨价 就是加量不加价 我技术更好 产品更好 但是为了 加值不加价 应该这么说 所以你看看很奇怪的现象 我看所有的散热 所有的AI里面散热这两个 技术最好 估值最高 就本一比40倍 股价今年都涨一倍多 最强是这两个 但是你看一下 3017的起用 今天全部杀下来 今天涨这么多 而且不形成 123456 6根黑K 他在说明一件事 什么事情 就是他没有办法 通过异能大幅的涨价 提高毛利 所以我今天一直讲说 股盘面都是涨价 涨价 你如果有那么多涨价 不管是电子传产 你的股票才会去 这个恐怕没办法涨价 或者不会这样 股价这样走 好 我们刚刚特别谈到 今天晚上的大事 就是NVIDIA要一拆时 同时我们看到 NVIDIA的市值超越了苹果 成为第二大 那么被超越的是苹果 基本上不准 没错 被超越的感觉不深 是 所以他有没有机会反扑呢 其实大家如果从股价来看 短线来说 平时苹果连涨八天 回答还没有连涨那么多天 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有概念金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日K线 是 他也蛮认真在涨的 对 好 那你想 苹果有什么利多消息 好像听起来也没 但是你知道他虽然很认真在涨 但是就是没有激情 对 可是苹果当然不是 我不是知道 现在好像八出一倍 我也要有些动作 所以你看最近就在两天前 他同时在YouTube 播了三支广告 这三支广告 其实就提到了 他现在新的笔电的三个功能 第一个我就是定位 我们知道iPhone手机不见了 你只要定位 你就知道手机在哪里 可是笔电 我也有这个定位功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说我有多功 因为当然你说这个Win PC 也有多功功能 可是他就强调说 如果开很多多功的时候 我还是很稳定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当然就是这个蓄电力 他跟你说 我不用插电 我不用带备用的这些东西 我可以撑一整天 所以他有这三个功能 所以这是第一步 可是你想 只有这样子 能够让他股价连长这么多天 好像不太可怜 当然重点在下礼拜 他要召开什么 WWDC 对 他要召开全球开发者大会 当然每一次 在这开发者大会 觉得会不会有惊喜 就会有惊喜 所以大家当然猜 这不用说 一定就是从AI这个方向去讲 因为库克之前接受媒体访问 大家也问了不止一百遍说 到底苹果iPhone 有没有AI在里面 对 所以现在就跟你说 最新的iOS18 就会有AI的功能 可是坦白说 大家看这些AI的功能 对比我们以前节目介绍过 那时候 大家也不介绍 三星的新手机上 刚推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就秀过 那些功能 其实是同样的 不就又没有惊喜 这也就是说 这种手机拿出来看一下 我们都有 这种这只就是三星 对是不是 那这些功能 很有可能 WWDC 未来的新款 苹果手机会有 对 可是那这样又不就 那这样就没有惊喜 又没有惊喜了 所以我觉得 它真正最大的惊喜 其实都不是这些 而是大家知道 原本的苹果Siri 大家觉得不错用 可是现在 那些聊天机器人都出来了 你Siri就输了 所以现在Siri都说 我也要有AI 而且我是跟 Chart GBT合作 这就不一样 OpenAI合作 对 我找现在市场的龙头 大家也知道 现在比如说 新的 苹果以外的手机 其实人家都已经有AI功能了 也就是说 现在主流的品牌里面 大家都有AI 苹果是最后一个 好 那在于笔电 我们之前节目也秀过 AI笔电 我记得那时候就封总 带AI笔电来 现在呢 新推出的笔电 也通通都有AI功能 全世界就等你苹果 那市长 我们现在看到AI笔电 是内建 就是内建Copilot嘛 对不对 可是Copilot 你说好不好用 我去查了一下 以现在的聊天机器人来说 Copilot其实摆第五而已 是喔 对 Chart GDP是排在第一的 所以如果今天Siri 真的跟Chart GBT合作的话 那我觉得苹果就真的 非常非常有想象空间了 所以呢 你就看到 很多的分析师 譬如说这样 美国银行就开始讲了 之前大家都雷声大雨点想 你看从iPhone 14 15 都说哎呀 会多少人换机 会多少人换机 结果没买 尤其是iPhone 15 比原本预估真的是差很多 可是呢 现在呢 这个 美宁的这个分析师就说 如果真的iPhone 16 真的这些AI功能 真的有的话 它预估换机槽 可能会有15% 甚至到20% 如果这个数字真的成真 那苹果的股价 真的就非常非常 有想象空间了 那当然这件事情 会不会成真我们 我们还不知道了 但是至少都告诉你 苹果我现在 已经先做出动作 那所以大家就等着 下礼拜的WPC 大家就预期说 应该你就会公布 所以股价就提前反应 问一下朱老师 问一下朱老师 我们不知道苹果的AI手机 会有什么样的新功能 除了Siri 他说Siri会用更自然互动的方式 给你对话 现在Siri不自然吗 那将来的自然会怎样 我也不知道 但他说未来的AI手机 很有可能 现在大家猜测 会有所谓的情境感知 那是什么 刚刚阿关说的情境感知 就是说我们现在最新的 这个手机里面 已经不是普通的聪明了 我是有情境感知 情境感知听起来很学 其实就是AI AI不就是告诉你 人工智慧 因为我会感应到 类似人的无感 所以我现在跟你说 我的手机也会有无感 那只有这样子 还不能构成所谓的 这个Intel Phone 它还有一个功能 其实就是苹果现在在做的 苹果现在的iPhone手机 有很多什么健康检测的功能 这是在其他手机还没有的 所以也就是说苹果未来 它iPhone的这个手机 它的强势是 我不但会有AI的功能 我还有我原本就已经在做的 这些健康感测 譬如说它可以去量 所谓的血糖 如果你晕倒的话 它会自动感觉 就是它现在iWatch能做的事 有没有可能 将来跟它手机就可以做 对 全部都结合起来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 我们刚刚说的 最新的这个名字 我也不晓得中文该怎么翻 把它看就叫Intel Phone 这就是未来苹果手机 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好 我们赶快来解解盘 因为三大法人的数字出来了 外私真的是认错了 回补超过200亿 来开评怎么预测明天 外私真的是认错了 回补超过200亿 来开评怎么预测明天 我觉得台积电明天再开到 遇到900关卡会有一些震荡 一定会有一些震荡 那但是 挣扎 会有一些震荡 震荡 一定有人想说 来放一些在口袋 但是 来外私买超215亿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明天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不会太差 中小型股明天就会回魂 回魂 对 就会回魂 然后今天 就比今天排面热闹 外私买215亿 我觉得明天应该中小型股 台积电联发科 就是这种大型股 要连续奔跑不容易 因为台积电已经发挥 它神山的功能了 本来要破月线 没破 然后抢救了那些大兵成功 所以它的工程升退 不可能天天涨它 所以中小型股票 明天应该就会相对好很多 尤其是贵买 我觉得因为贵买 基本上今天是被压了 明天贵买就有机会了 有机会轮到贵买 蔡总是一样的看法吗 明天应该还是会继续先台积电 因为它会撑到那个 那个动物节 我以为撑到黄仁勋走了 撑到动物节 但是今天外私买的 我猜应该是回补台积电 买一些金控 然后买一些行李 因为明天是连续假期 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对 所以 我们要不要卖一点股票 因为有三天连假 我觉得涨那么多了以后 应该下礼拜端午过后 会有一些修正 所以端午会变盘 变盘不自己 但卖一样会修正 我觉得今天投资人都挫折感很大 指数创新高 高平都没去 所以明天才不扣起 半中扣起 它会出 应该那个心理它会粗一点 尤其在假期之前